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姐先生,郭芙宣中山先生推倒了满清,一手如闯立的中华文国,已经有七十一年了。 明朝被满清推倒了之后,满清皇朝,一个皇帝就是信治,在那个时期就叫做清朝,清朝有多少年的天下呢? 总共就有二百六十八年,在这二百六十八年中,就有十个皇帝坐位,哪十个呢? 我数给大家听一下,第一个就是信治,跟着就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杜光, 最后一个就是宣统。 这十个皇帝坐的皇位,坐得最稳定最长的就是康熙,他在位有六十一年。 第二个就是乾隆,乾隆就只是输给康熙一年,即是他坐过皇位也有六十年了。 最短印的就是宣统,他坐过皇位也只有三年,就被国父孙中山先生推倒了他。 真是终于说一句,他的椅子还没有坐得热,他就要扯了。 我知道有人会问,在史上有本《满清十三朝》,公为地史。 那么现在十个皇帝,不就是十个朝呢? 那么还有哪三朝呢? 那么就要计算,未入关之前。 在《满清》未入关之前,是有三朝。 第一朝,就是天命朝。 第二,就是天聪朝,聪明聪。 第三,就是崇德朝。 第三,就是崇德朝。 加上天命朝,天聪朝,和崇德朝。 加上顺治入关,而至到孙统皇,就是这个侄粒皇帝为止。 刚刚就十三朝了。 那么,清公十三朝的事,交代清楚了。 那就是言归正传。 那究竟是我要所说的什么呢? 各位老友,关于满清皇朝, 有十朝,有入朝三不问的故事,流传掌民间。 人人人都会说,哦,入朝三不问。 但你一问起上来,哪三不问呢? 我相信只有黄孤家何人这一问呢,就稍为是知道些少。 还有两问是什么呢? 很多都不知道。 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就将入朝三不问六成声带。 长长细细,就讲给你各位听。 就等你就知道,入朝三不问的故事是怎样的。 这日朝三不问,在满清的时期,真是提也没人敢提的。 提了,一直是要斩头。 因为这三不问,都可以说得是他们清朝的垃圾史。 那怎能够被你掀起那种臭史呢? 所以,绝对是不准问的。 那么,满清皇朝倒了,那就当然可以了。 现在,也有人就将那些这样的污蔑史,就写出来。 污入朝三不问,第一问,就是先帝就拜何人。 信志的老母,是孝庄文皇后。 在她未曾入宫之前,即是未曾做皇后之前。 她是什么人? 她一个是看羊女,不是看牛,她是看羊的。 她生来很漂亮。 她就跟从她的父母,就住在柏都拉。 柏都拉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她根本就是以养羊为生。 养羊,羊的生产力很强。 真是有机会养羊,也要找食的人。 她就跟着父母,就来看羊。 那她当然了,有空无事了。 她就找一群羊出去,草地树吃草。 她是女孩,其他很多是男孩。 那些牧羊童。 有很多牧羊童。 哇! 见到她,生得这么漂亮。 个个都差着找机会,就跟她亲近, 或者跟她聊天。 不用说了。 男也好,女也好, 有很多人都很想跟她聊天。 那群牧羊童,就见到她生得这么漂亮。 找机会跟她聊天。 怎样? 很容易。 她们找到一块好的草地, 她选了样子给她。 叫她把样子趕到那边,就吃草。 这样的, 是不是有机会跟她聊天呢? 当然是有啦。 这叫牧羊女, 她的名字叫做博以乐吉伯士。 因为她不是汉人, 名字叫做博以乐吉伯士。 名, 宋朝初, 宋丁初年。 清皇太极, 在这个伯都拉, 是拥有不少的兵马沫。 而且她野心勃勃。 她又好想把明朝整个江山搶了过来。 而且所有的贝勒, 在旁边鼓动她出兵马。 有一天, 王太极, 就在草原上是, 一望, 一望, 一望到博以乐吉伯士这个看羊女。 哇, 好厉害! 她就是惊惠天人。 就由此可以见得, 博以乐吉伯士, 又美得真是怂一声。 可以说她是人见人爱。 王太极, 她就问那些贝勒, 贝勒,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女子是谁家的女子? 那些贝勒, 贝勒即是等于叫做王子, 是叫满洲人, 他就叫做贝勒, 即是所有的王子都知道王太极, 他们根本不知道博以乐吉伯士是什么人。 既然王太极问, 这些贝勒, 如何呢? 日宜是抢, 那将博以乐吉伯士强抢过来, 又是送给王太极, 又是送给王太极, 那是谁敢反对啊? 那些贝勒, 乘队这么多, 便逾不得其正了, 若不博以乐吉特事呢? 无从反抗, 当晚得到一个美女,大排酒席就狂欢了,想着喝了。 他们今晚这个酒会就叫做庆贺得到一个美女。 黄泰极,他就对吉特士说:"你生得这么年,天天就对着那群这样的羊咪,那些羊咪怎么会欣赏你的美丽呢? 你不是经常问羊咪什么屎美,梳格臭的吗? 今晚孤王看中了你,你就贵为王妃。 所谓荣华富贵,你马上就可以了。 你的心,欢喜不欢喜。 吉特士,他一言就不发,不出声,所谓进在不言中。 他就扶着王太极的波头说。 这样的情形,阿茂也想得到,是不是? 王太极哪有说不明白他的心意呢? 就是这个吉特士,所谓不用画公仔画出场,都是喜欢的嘛。 那一刻,喝完酒之后呢? 不用说了,王太极就和吉特士当然另外在一场刑房呢? 那吉特士在王太极枕边就开声话了。 我说,阿大王,想我是一个看羊女,周身都是羊羞味。 现在得到王太极,你特别垂青,对我又非常之宠爱。 是,现在的情形是好的。 我怕到翌日,我会漸漸老的嘛。 下日年老色衰,那时候呢? 皇上,我想到你眼尾都不骚我了。 那时候,我就妻良过妻咯。 皇太极,哎,我猜你忧什么。 这些东西你无为忧的,不用挂心了。 孤王对你,永远都是这么爱。 你放心。 那究竟是不是这些东西将来才知道呢? 是吧? 那从之后呢? 王太极就和这个吉特士呢? 一相相咯,一对对咯, 就出入一屁屁,寸步不离。 吉特士呢? 帅女爺,她应该认为趁这个机会, 就要出发指来迷惑王太极, 所谓绑死她的心这个门。 所以她就是施展她的迷惑手段。 她这些手段是好的。 真是搞得王太极, 粒粒圆, 乐而忘形。 真的, 有日, 都不能没有这个吉特士在旁边。 我见得她就是恩爱非常。 那到明朝崇禁九年, 王太极在关外已经是建立自己的皇朝, 自己做皇帝了。 这个国号就叫做清了, 这个是满清的清了。 改元就叫做天聪元年了。 正式就立这个看阳女吉特士, 就做皇后。 这个千聪皇帝, 那时候人强马葬, 旗带就是轻兵入寇明朝, 双方展开一场大战。 说到这个看阳女吉特士, 她本来就是一个淫荡的女人。 如果不是淫荡的女人, 她就不会被这个皇太极一续她回来, 这样就成为夫妇了。 那现在这个皇太极, 就是这些天聪帝, 在关外在关外作战。 那变成了整年都是在外的时候多了。 她带兵去打这个冥前, 就留下这个皇后吉特士。 她觉得很苦闷。 她认为现在就等于叫做守生寡, 那不太苦闷了。 怎么呢, 唯有借借打猎来消遣呢? 不是有一次, 吉特士就出外打猎, 看见一只梅花鹿在河边喝水, 这只梅花鹿, 你说, 捉了它回去, 汤泥吃都有一排吃的, 所以它就连气射三箭, 噓噓噓噓, 啊, 这只梅花鹿, 三箭都射不中? 一箭射不中, 鹿就知道了, 还站着让你射吗? 那只梅花鹿就发脚, 马上飞跑, 那吉特士, 它打猎, 只剩它一个, 哼, 它带领一帮人, 不知道多少, 那些所有人都是猎户之类, 就带上它一起, 追那只梅花鹿, 阿奴追, 梅花鹿就走了, 就走到一个地方, 有两个猎户, 站在被它射中那只梅花鹿身边, 换言之, 那只梅花鹿就被它射死了, 它就站在鹿身边等, 吉特士, 我看见两个年轻人, 持着弓箭, 站在那只死鹿旁边, 看这两个猎户, 哇, 生得神高神大, 但是, 箭法当然是准啦, 不准就怎么射死那只梅花鹿呢? 吉特士就吩咐那些侍从, 就叫他们来, 问他们两个人姓什么名什么, 一个就叫王高, 一个就叫邓夸仪, 吉特士就问王高和邓夸仪两个人, 原不愿意做他的禁功示威, 王高和邓夸仪两个人, 他想想, 那就好过出来打猎喔, 打猎就真是望天打掛那么上下而已, 未必日日都有些鹿啊, 和野兽被自己射到的嘛, 那就怎样似得, 每个月头就逗人工这么好呢? 所以他就愿意接受, 从此这个吉特士身边, 都有王高和邓夸仪两个侍卫跟着, 过了一个时期, 吉特士有了新纪, 那肚里面的胎是谁的? 那肚里面是王太极啊? 王太极出去打掌, 那就不用说了, 还需要问问贵吗? 那肚里面, 吉特士身边的胎当然是王高的血人啊, 那就等于, 吉特士身边的胎呢, 他将来就是清朝第一个皇帝了, 顺治了。 顺治呢, 顺治呢, 是一个皇号而已嘛, 顺治的名字呢, 本来就叫做福林, 五福林门, 福林门, 福林门。 但是呢, 他都知道这个不是自己的骨肉。 他就怕得让福林知道这个秘密。 他就首先呢, 就派那个邓夸仪, 入冠回乡。 然后使人在路上, 就把他杀死。 接着在宫廷里面, 就一定要杀王高就可以了。 如果不杀王高, 王高就要宣布的嘛。 所以在宫廷里面, 就杀王高的灭口。 王高被杀那阵时呢, 很奇怪哦。 他那条尸啊, 起树, 不跌的。 你说怪不怪呢? 那天充帝呢, 他就知道, 这些就是王高的阴灵不灭。 他马上就叫福林, 跪在王高面前, 就叫一声父亲大人。 王高那条尸, 马上就跌下了。 那天充帝就下旨, 就将王高撞在祖域。 那时候, 多尔群就带福林入关, 就称为满清帝了。 改元就叫做顺治元年。 以后呢, 顺治王年年就制祖, 必定先拜王高。 那王高是什么人呢? 从来就不准人问的, 文君都要淡头。 这个王高是汉人, 所以就绝对不准问。 因此就成为入朝三不民之一。 就是先帝就拜何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完第一文, 又讲第二文。 第二文这个故事, 就有关这个顺治出家。 顺治王, 又为何事出家呢? 实情呢, 他是为了这个董岳飞。 董岳飞是哪一个呢? 他就是秦淮河中, 一个有名的女孩子。 多情才子冒辟疆, 就去金陵雪考试。 有一帮老友就是带路, 就去秦淮河消遣。 一见这个董小远, 哇, 他就惊为天人。 两个人马上就心心相忍了。 他就是带路。 毛毕姜, 可惜文章争名, 考来考去就榜上无名。 但是他呢, 得到这个董小远, 就垂青, 圆托终身。 毛毕姜就当然带他脱离火坑, 就成为夫妇, 可谓好景不常。 当时张献忠, 和李志诚就造反了。 李志诚, 就叫做李厂。 李志诚, 他们两个带兵攻打北京, 搞到崇禁王, 没有地方好走。 被逼就走了上梅山那树, 就刮了鸭。 梅山自艺。 同时, 吴三桂这条这样的衰弓, 他又引狼入室。 那顺治王呢, 就在这个时候, 就占领了明朝的江山。 那毛毕姜, 就带上董小远, 就走到鱼膏那条避难。 在走坏的时期, 有时就被劫, 有时就把东西变卖。 但是, 得到回到鱼膏自己的乡下那时候, 已经是整个穷光弹了。 那转眼间, 就已经是顺治七年了。 那鱼膏那条地方的驻兵, 就发生兵变了。 那时候, 那时候那些兵, 就周围这么抢劫了, 等于就没有网管了。 那时候, 当时, 联兵的首领, 拖屎吹, 这人真是大贪啦, 钱又要, 人又要。 那董小远呢? 当然, 走不掉了, 那就落在他的手上。 柯屎吹这条人, 他想起御王, 是一个好色之徒。 那倒不如将董小远送给他, 那就求他赦免自己叛变的罪名。 这个礼呢, 是送得好啦。 御王一见到董小远, 又是呢? 浪口水了。 那不但就不执罪, 反而就提拔柯屎吹, 做一个总兵。 御王一见到董小远, 有官做了。 那御王, 他本来就是想收入董小远, 做小老婆而已。 刚刚这个时候, 御王就下召, 超选美女。 不超选美女呢? 所有地方, 所有官员都好, 逐家逐户就去找了。 找到漂亮的女孩, 他就挑选出来, 进宫宫先, 等皇帝就挑选。 那御王呢? 知道顺治王, 下召挑选美女。 那他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 宁愿就国外, 就将董小远送了入宫。 到了正式挑选的日期, 所有从民间挑选来的美女, 个个都要扮成像仙女一样。 有这么漂亮, 就得这么漂亮。 就列队, 就站在一个宫廷树, 由顺治王亲子, 就品评挑选。 每日说, 在当时, 在民间所挑选的美女, 有很多都很想, 趁一个机会, 如果得到皇帝喜欢的, 皇后都有份做的。 就算不做皇后, 做皇妃都不错啦, 是不是? 所以, 很多那些文女, 个个都真的打扮得很漂亮, 肯是博了, 博得到皇帝的挑选嘛。 不过, 不过也不是那么容易博得到的, 你以为皇帝眼瞎的吗? 当然, 羊羊都要看得清清楚楚才会选的嘛。 经过顺治王自己亲眼看, 董小丸当然是入选啦。 由皇后, 宫女就吩咐入选的美女, 准备在拼殿的时候, 时宴。 入选中, 三个美女, 入选的时候, 先行呢, 行叩咐禮。 只有董小丸就满面旅行, 一棵木那样企舍, 开始行, 顺治王看到, 嗯? 他就知道肯有苦衷了, 特别宣召他上朝, 就小心地问, 你是不是不愿意, 和你的丈夫分离呢? 董小丸当堂就想起无辟疆来, 更加伤心啦。 那么顺治王呢, 他就下旨, 就要小心来到, 就对待董小丸, 不能够用武力来威吓他。 过了一个时期, 董小丸就觉得顺治王呢, 是无意思要强占自己。 而且也有不少的公娥呢, 在旁边就苦劝, 董小丸到底呢, 就被顺治王呢, 是征服了。 有一天, 有一天, 顺治王早朝后就胡躬, 愁眉苦面哦, 董小丸就问啦。 皇上, 皇上, 你受命于天, 虹如八方, 万人之上, 究竟有什么事过而致到, 佛下你这么不满意呢? 顺治王这句话, 董小丸就说出真情了。 她说太后啊, 自从先王嫁邦之后呢, 已经是守寡那么多年了。 近来统一天下, 她说这些就是摄政王多尔群的功劳。 那时候我虽然就坐上宝座, 但是年纪还小啊, 什么事都是由摄政王多尔群呢? 插了大权。 多尔群日夜就跟太后在一起, 日久生情, 太后竟然说下架于她。 她大权在握, 不将朕就看在眼内。 就以最近朕要立你为政公, 她都阻止不准。 朕又不能够反抗而听命。 我这个皇帝啊, 就简直是插木铃牌的。 董小丸听了, 她就用好好的说话来劝她。 要不要将这件事就放在心里, 自己扶正与不扶正都不在乎。 就算坐歪都没所谓啊。 董小丸呢? 董小丸呢? 可以说得叫做好名是理。 劝了信志王。 不久董小丸有病。 病世日过日就加重。 出之, 弱石无铃, 董小丸就云归离行天, 死了。 董小丸死了之后, 信志王就非常之伤心。 竟然跟一年五日都不上朝。 到底呢? 她就想起有一句, 视为知己者死, 这句说话。 她就决意出家了。 走去五台三清梁子那时出了家。 第二天早上呢? 没有人就知道信志王就去了哪里。 也不敢宣布皇帝失踪。 唯有就班下哀召, 宣布信志王呢? 已经病死了。 就立了这个同佳后所生的皇子, 元业就继位。 改元就叫康熙了。 他们皇庭每年, 实际上他都要向信志王那个坟墓拜祭。 但是他始终都没有向人说, 拜祭什么人。 又不敢说这个坟墓是哪一个的。 始终就是贯物。 所以, 入朝三不文的第二文, 皇帝的庄学坟。 现在说到入朝三不文的最后一文, 就是皇姑嫁何人。 皇姑嫁仁, 本来是一件国家的大的庆典。 这位皇姑丈夫, 照例的就是父马爷, 属于皇马卡之流才是。 何以大臣入朝, 竟然不准问皇姑嫁何人呢? 原来里面有一段污蔑公为史在来。 这件事就发生在康熙皇身上了。 康熙是信志王的儿子。 信志出家那时候, 康熙只说八岁大。 由红城囚就辅助他登基。 那时候史可佛已经打败仗了。 明睿的福王、唐王、老王都完全被消灭了。 永明皇又流亡去了越南。 更加就打败了那个郑成功, 就占据了台湾。 平西王吴三桂, 平南王尚之信, 请南王耿惊中。 这帮明朝的大将就反叛, 但是亦都被八岐兵打败。 天下太平, 康熙坐在太平江山。 康熙年轻的时候, 皇姑最疼她, 每晚都是由她陪她睡。 这个皇姑就是信志的妹妹, 她只是大康熙五年而已。 康熙年轻的时候, 派皇太后就因为痛惜这个皇姑。 所以就没有将她嫁出外, 一直就留在宫廷。 那么就到了这个皇姑三十岁了。 康熙呢, 已经就二十五岁了。 康熙就自小一游, 就陪着睡, 而且一起读书。 这个皇姑就很聪明, 时时就和康熙淫诗填词。 感情就越来越出门了。 所以她两个就在御花园, 就聊过不少的仪女思情。 一个就是情窦初开, 一个就是破瓜之年。 一时冲动, 完全都不顾到名分那方面去了。 试过一次, 就等于和尚吃狗肉。 一件胃就第二件都是胃的。 太后对这种事, 当然就被蒙在鼓里面。 有一日, 太后见到皇姑年纪不小, 就决意为她挑选一个驸马。 康熙王对这件事就极力反对。 太后初时就以为她和皇姑都是一片天真, 又不引令康熙伤心, 将这件事就等一边就不说了。 这个皇姑, 就是对这个皇侄康熙, 原来早已经是痴心一片。 所以对康熙就更加情痴了, 令到康熙神闻颠倒。 俗语有话, 子就不能够包伙的。 这件事始终就被太后知道了, 就极力阻止了。 更加就不准做出乱伦的事。 太后呢, 她又向康熙就劝告。 而康熙就非常之坦率地承认, 她还说, 皇阿玛, 朕是一个皇帝, 所谓万民之上, 可以说的是要封得封, 就要瑜得瑜。 朕是爱皇姑啊。 显日夏子就封皇姑做妃, 有谁来反对? 那朕就连皇帝都不做了。 所以太后呢, 她当时一想就想起这个顺治王, 又因为一个董小苑, 又走了五台三次出家了。 那现在康熙说明出来的了, 不让她爱皇姑, 她就皇帝不做了。 她又怕得康熙呢? 又是重演出家这场戏? 她说, 这帝家伙, 她就不敢再提, 说这个皇姑嫁人, 任由她两个, 哎,怎么教都好, 自己唯有, 一眼开就是一眼闭, 是嘛。 因为太后始终有一天, 就会离开康熙的, 那就是死了。 那太后一死了, 康熙皇呢? 还有不得戏了吗? 谁敢管她? 那她就索性, 夏子就封皇姑做淑妃。 一封她做淑妃, 就等于是做自己的老婆了。 这件事一传出来, 满朝文武就非常惊恐。 你知道啦, 一朝中的大臣, 有些呢, 就专门是托大脚的。 一封, 一封, 一封托大脚的。 但有些就不是, 有些, 他对事情分析得很清楚, 哪些做得对, 不出声, 做不得对的, 他当然会提出来反对。 这些就叫做忠臣。 他所说的是忠言, 忠言当然是逆耳的。 皇帝当然不喜欢听这些说话。 有一个御士, 他就上张, 就请康熙王收缘这个旨言。 康熙看了那张就张之后, 非常地扩鲁。 为什麽呢? 那张就张就血康熙, 不要这样搞啊, 这个是皇姑来的。 不怪得康熙撞火的, 他就将这个御士的那张就张, 一声就扔回来。 你猜她怎样说啊? 皇姑, 既然不是我老母, 又不是朕的女儿, 更不是同胞兄妹。 那朕封她为妃, 长养在宫廷里面, 有什麽叫做不对? 何苦就将皇姑嫁到外面, 嫁给人, 听她捱苦啊? 以后啊, 再有人就这样奸了, 一律就储胆, 整张就张就飞回来。 那就是不接受咯。 这个如此唯有, 就是死死气, 就扔回那张奏章, 对回来那个三道笼鼠, 就不出声艺了, 出声就死定了。 康戏王那时, 还不大了吗? 从此以后, 这件这样的乱伦大事, 又列为禁例了, 不准人问了。 这段就是入朝三不问中, 最后的一问, 就皇姑嫁何人。 康戏王, 这个人, 就是圣号女色, 宫中的宫女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就失身, 在他受性之下, 难怪的, 饱暖就是私淫欲, 有钱, 又做到皇帝那么大权, 有什么消遣, 当然是在女色方面。 因此在康戏王朝, 他总共有三十五个儿子, 可知到他有多少个老婆, 有三十五个儿子, 于此有夺的暗杀的事发生, 血的子就在这个时期就产生出来, 所以后来就被雍正奪为了。 以上所说的, 就是清朝的入朝三不问的故事了。 给大家看一看, 宫中的介绍了。 明天就会有一个短暇的人及尴情的意识的官方。 所以, 你可以详细了一点。 我们详细的在当内善网的下去。 宫中的角色都可以详细地说明一遍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